原标题,没有赢家的政治赌局,英国图欧板思路新华社轮端3月27日电,新华社记者贵他王会会英国议会下月27日经投票表决, 正式确认推迟原定于本月29日的脱欧,议会下月当天还就8种脱欧方案举行指示性投票,结果5亿方案获得过半数支持。 分析人士认为,脱欧死前难点,英国提前大选的可能性增加。 距离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已于签字,脱欧实际一轮为利益斗争的工具。 在脱欧这场政治赌局中,没有赢家。脱欧便脱欧当日,英国议会下院经过辩论,最终以441票支持,10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,确认,将原定的脱欧日期从法律中移除。 此前,欧盟已同意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尔,提出的推迟脱欧申请,并为脱欧这种期限提供21时间表。 方案一是如果英国议会下院,能通过脱欧协议,将允许脱欧期限延至5月22日,及欧洲议会选举的前一天。 方案二是如果英国议会下院未能通过协议,则英国必须在4月12日之前再作出指责。 27日,英国议会下院还有议员提出的,包括无协议脱欧,举行二次公投等8种脱欧方案,举行了一系列指示性投票。 指示性投票结果显示,议会未能求任何一种方案,形成高度一致。 特雷沙梅27日明确表示,只要脱欧,协议或议会通过,他将在英国脱欧后辞职。 一些英国媒体认为,首相的这一承诺,稍稍增加了脱欧协议,在议会通过的可能性,但主力依然很大。 北埃尔兰民主统一道表示,将继续版的协议。 27日,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斯蒂芬巴克利表示,政府可能于29日,将此前曾两度被议会下院否决的脱欧协议,再度交付议会表决。 而英国议会下院议长约翰伯格重申,他将拒绝脱欧协议,在实质内容不变的情况下,第三次交付议会表决。 分析人士认为,目前特雷沙美政府面临更多压力,英国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增加。 脱欧遭绑架用全民公投的方式,决定是否脱欧是英国一系列政治赌局的开始。 许多人在投票时并非投给英欧关系,而只是要用手中的选票,表达对现状和见之的不满,寻求改变,而不管这种改变会让国家和社会走向何方。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,支持和反对选票比例接近,这就注定会在英国掀起一场对垒,而对垒双方又是军力敌。 英国政府试图找到一种,能团结起全英国的脱欧方式,但这一愿望难以实现。 脱欧公投以来,是否脱欧以及如何脱欧,始终没有取得相对统一的意见。 脱欧为权力和意义斗争的工具,英国执政党内部和不同党派之间,略律上也为反对而反对,政府和议会先。 入对立、舆论和民意被撕裂。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英国执政党与反对党内均出现反叛议员, 他们在议会下院集成独立团体,以独立议员身份投票,不再受政党束缚。 一些议员说,他们无法忍受所在政党在脱欧问题上,盲目按政治站队,不顾人民利益。 舆论认为,脱欧这样事关国家命运和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,已被某些党派与团体的一己之词所绑架。 脱欧无垠在脱欧给英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诸多方面,都造成不小打击。 脱欧导致英国国内政治面临危机,不仅削弱了首相和执政党的权威,以使民主制度遭受质疑。 英国渔论开始讨论,当代意志民主遭遇脱欧这样程序复杂、利益多元、不已激烈的政治事件时,是否出现了实力。 从经济上看,脱欧为英国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,影响了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,一些依赖欧洲地区一体化、经济全球化的产业,与企业撤离英国。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,自2011年以英国脱欧公投以来,金融服务业约有至少1万亿英镑资产,和7000个工作岗位,正从英国转移到其他欧盟国家。 此外,英国智库新金融本月11日发布的报告显示,为应对英国脱欧有275家金融机构,确认,已经或计划从英国撤离。 而欧盟也要承担脱欧所带来的经济风险,包括贸易关、税、跨境户物贸易、产业链等方面的损失。 英国一家智库调研认为,如果英国进脱欧,欧盟27国或因此要共同承担995英镑的损失费。 脱欧不止对英国,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,也是一个可怕的损失。 没有人会为脱欧感到高兴。 法国前诸美大使,卡内级欧洲中心高级研究员皮埃尔维蒙说, 参与记者,六四,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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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